7000万人质的旅客 市民又怎样看呢 会不想去那块地方 即旺角、铜锣湾、尖沙咀那些 可以的都不去 很大压力是周围挤擠擠擠擠 这些是最大压力 甚至乎不守规则 内地游客这么多 但未必每个都喜欢香港 我们去了太平山 太平山就是一个差不多 二三十平米的一个山顶 没了 然后还去了维多利亚港湾 差不多那个海面 还没有我们天津的海河大 总体感觉景色一般 自由行旅客在2012年 为香港带来的经济效益 大约是1100亿 受惠最多的是零售业 占了7成6 而酒店加上餐饮业 大约占了这批旅客的 消费百分比是1成半 酒店业就说近年旅客增长 主要集中在不过夜那一批 又说近年酒店入住率维持在8成8 不认同政府说酒店房间供应不足 就说因为你房价供应不足 因为你房价很贵 所以客人不来香港了 那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那我觉得不是了 应该就要全盘去考虑 香港的吸引点现在在哪里 如果香港整是靠购物 作为旅游的第一杀手锏呢 这件事我觉得香港的旅游业 应该是要真的要很小心去看 会怎样呢 如果真的 那便没有吸引力了 购物是全世界都有的 旅游业热补也都说 经罗湖和黄江入境 旅客经常要排长龙 最长要等一个几钟 如果是团队来的旅客 出道来的时候 第一个会向导游作出第一个投诉 这个其实在香港 整个新华旅游城市的话 这个印象很重要的 因为进来的 没入到境之前 已经觉得要我等这么久了 那一定是有一个 不满意的情绪在这里的 胡兆英认为 政府要尽快改善口岸设施 特别是要应付周末早上的人流高峰 无线电视机仔 瞻前明报道